首先我想你提到的有关中国汽车出口的数据 显示了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活力 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汽车产业链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 中国每出口三辆汽车 其中就有一辆是电动汽车 这也为全球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你提到有关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正如王毅外长指出 把正常的贸易往来犯安全化、犯意识形态化 以去风险为名,构筑小院高墙 不追求跑得更快,却试图绊倒别人 看似赢了,实则输掉了自己的长远发展 也拖累了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中方始终认为 各方应当团结而不是分裂 合作而不是对抗 开放而不是封闭 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 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为经贸合作创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环境 推动经济全球化 向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